政美建議員 林營正議員 還有我們政美建議員 施乃如議員 以及我們曾之成議員 今天沒辦法出席 來到這個地方 是為了做什麼呢 昨天蔡英文總統發佈我們的動員令 要我們所有全台的黨公子們 一起 在12月18號之前 一定要讓大家 想盡辦法讓大家知道 12月18號就即將要舉辦 一場對台灣未來 發展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公民投票喔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林志堅市長柯建議員 總召呢以及我們所有黨公子 齊聚一堂齊聚在我們的 這個科學工業園區 的大門口就是要來 讓我們所有的新竹市民 好朋友或者甚至 許多的外地人來到科學園區上班 藉由上班的這個路口 相遇的機會讓大家 大家知道12月18號 就要舉辦公民投票了 不管怎麼樣 無論如何 一定要走到投開票所 去行使你這樣子神聖的公民權利 而且我們要用 四個不同意的選票 讓台灣未來的發展 可以更有利喔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事情 林志堅市長 總召要先說 總召要先跟這個 我們網路上的 各位也在看直播的好朋友們 來說說 各位網路上的朋友 各位新聞消息大家好 今天民進黨 在新竹市的黨公司前面 站出來 在這個地方向 全新竹市的服役 希望大家 為何大家站出來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這是一個國家的危機 大家在這個歷史的時刻 絕對不能出席 大家想一想 這個四個工頭 對投降重要的事情 要從這個角度來講 看待 為何我們國家自為進行 角度這個四個工頭 通過的時候 不是台灣自己的方向來 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 我們台灣仔細發展 是不是要電 然後沒有電的時候 或是電不過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間門口 那不只產業店 只有高科技產業 受到極大的影響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這三接 三接 他現在一定是 要把 依法選管法 去保持 人物送進來 假如正確 當然電廠不能再發電話 有130幾度電學出來 所以這樣一個非常嚴重 我相信 他的知識 都很接近 乃至於 政治協明 大家想想這個事情 三接 三接 假如 通過發電的時候 他的故事今天會受到什麼影響 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沒有一個政府 可以說 人說 國家沒有電 這很重要 第二個 關於核四問題 核四怎麼可能再起 重啟呢 它已經 核四已經廢掉了 已經 已經封存了 那重啟核四 絕對是不可能的 在原始要重啟 要重啟 要重啟 可是 馬英九線路一風順 代表他們知道 這個 這個核四不可能 從英國七十五年到現在 核四已經 已經 三四四年了 國民黨議員說 沒有核四就沒有變 但是今天 整個是 電力 電力 電力有不同 電力發展 所以這都是 不可能的事情 比較重要就是說 美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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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 國際基盤的問題 這是國家的問題 我們有可能 在美國這一面嗎 我們這個角度 大家來看待 國民黨為什麼 一直反對美豬 背後 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中共的原因 所以這個事業性 所以說 我們先相信 大家要想清楚 這個 國民黨正在摧毀這個國家 這是國家去危機 這個工作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展示我們新的視頻 我們共同會的正義感 我拜託大家 這一定要大家都拉票 最好 每一個人 把 最後這 這時間 當作你 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當作你這一輩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共同為 我們國際發展 為我們下一代 共同來努力 好 謝謝總召 公投 12月18 我們一定要勇敢的站出來 為了我們未來世代 可以在這片土地上 活得更幸福美好 那現在是不是請 林志堅市長 也跟網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們 來 請大家 拜託大家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利 好 謝謝主委 線上的各位網友 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 今天一早 我和柯總召 還有我們新竹市的 所有議員黨公職 現在站在台灣最重要的 這一個半導體產業聚落 竹科的入口 門口 要來呼籲所有的 新竹市的市民朋友 其實還有我們線上的 所有網路上的朋友 12月18號 攸關著台灣未來 不管是能源轉型 或者是經貿政策 或產業發展 非常重要關鍵的時刻 剛剛柯總召也說得相當 相當的清楚 這個重啟核市 絕對不可行 不能同意 那核市大家都知道 它從一個拼裝車到老爺車 事實上它現在已經是一台報備車了 公司已經解散了 燃料棒也已經送走了 所以重啟核市根本是一個假的議題 不可行 所以我們不同意 那我們在竹科 竹科 我當任市長的時候 它一年產值已經高達一兆 但是從2020 這個COVID-19疫情爆發 還有美洲貿易戰等等 但我們竹科的這個產值 不僅沒有受到影響 反而正向的這個成長當中 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 這個產值已經超過7500億 所以今年竹科 突破1.5兆 是可預期的 那大家想一想 這個成長的幅度有多高 那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是全球製造業 製造是全球第一 這個封裝測試也是全球第一 IC設計是全球第二 這樣子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產業聚落 它最需要的是什麼 它最需要的是 電力的穩定供應 那既然 而是沒有辦法重啟 那麼 三階的這個天然氣的這個工作 就顯得非常非常的關鍵和重要 那所以 三階的千里 我們也沒有辦法同意 這個是站在 產業發展上非常關鍵的 那至於藻礁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保護的工作 所以 所以務必請所有的這個網路上的朋友 在12月18號 這個 三階千里 我們也要投下不同意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 這個美豬 萊豬的問題 這個是 有關於國家誠信的問題 那 事實上我們在今年1月已經開放了 美豬已經開放了 那所以從這個食藥署的這個豬肉 儀表板看得出來 開放進來的美豬只佔我們肉品 而且豬肉肉品類 0.3% 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表示說 台灣人就是喜歡吃我們自己的國產豬肉 溫體豬肉 所以 大家都根本不必擔心 它這個是有科學根據國際標準 那 中央地方在食安上都會嚴格的 擦核 但是這個是跟國際要來做生意 互惠 所以我們必須一定要做的一個工作 所以 反萊豬會造成我們國家跟其他國家之間 經貿往來上的一個障礙 我們不能讓我們此刻 台美關係也好 台灣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正式好發展的時候 因此而失敬於其他的人 所以 反萊豬我們也不同意了 那最後一個公投榜大選 這個2018的場景 我想歷歷在目大家都記得 因為當時公投榜選舉 造成了大家學務工作的繁瑣 甚至於邊投票邊開票的亂象 所以 公投榜大選 當然我們也不同意 所以 藉由今天這個機會 我們在 竹科科館區 竹科園區前面 要來向所有的市民朋友 線上的各位網友 大家來呼籲 12月18號 大家一定要站出來 要走出來 這個 蔡總統和蘇院長 在過去這幾年來 不僅讓我們的經濟 持續正成長 而且 我們整個在防疫 讓我們的國人很快的時間 就能夠相對於其他國家 有一個正常的生活 所以 要拜託大家 為了國家未來的發展 為了我們國際經貿的發展 為了我們能源轉型的一個工作 12月18號 大家一起投下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力 讓台灣向前行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市長 那我們現在 一起來對著我們的鏡頭 我們喊個口號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12月18號 一定要用四張不同意票 讓台灣國家 未來發展可以更好 所以我們一起來喊一次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然後搭配我們 四個不同意的手勢之後呢 我們就請市長 還有總召 還有各位黨協議員 站上我們的公投宣獎 木鄉 來跟我們所有園區工作的好朋友們 提醒大家 12月18號 要走到投開票所 投下你手中神聖的那一票 來 我們一起主到餐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好 再一次 好 1 2 3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感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請市長 謝謝 郭總召 以及我們所有的黨協議員 站上我們的公投宣獎 木鄉 來跟我們所有的生命好朋友 遠區工作的好朋友們 來宣獎喔 各位是你們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拜託大家 12月18 就要公投了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以及我們民進黨所有的黨協議員們 一起來到遠區大門 提醒大家 12月18這次的公投 對台灣未來發展相當的重要 攸關我們未來生活 這個政策的路線跟走向喔 所以我們要用四個不同意 來支持台灣未來的發展 讓我們下個世代 未來世代 可以生活更美好喔 那四個不同意 重啟核四我們不同意 為什麼重啟核四不同意 因為核能不安全 台灣在地震帶上 核廢料的問題 還沒有辦法解決之前 我們絕對不會重啟核四 我們一起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力喔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以及我們所有黨籍議員喔 一起來到園區大門 拜託大家 12月18日 走到投票所 投下你的公投票 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力喔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12月18 記得投下你的公投選票 感謝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率領我們所有黨籍議員們喔 來到園區大門 拜託大家 我們要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力 12月18日下個禮拜六 務必要走到投票所 投下你手中 神聖的公投選票喔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拜託所有園區工作的好朋友們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喔 12月18 大家務必要投下你神聖的公投選票喔 拜託大家 各位好朋友們 各位園區工作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現在所看到的是 林志堅市長 以及我們柯建民總召 還有我們所有黨籍的議員們喔 共同來到了我們園區的大門口 要來跟大家報告 也來跟大家提醒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那就是在下個禮拜六 12月18日就要舉辦公投了 懇請大家 務必要投下你的公投票 而且我們要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未來發展更有力喔 那四個不同意 重啟核四 我們不同意 核四不安全 核四是拼裝車 核廢要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之前 我們不同意重啟核四喔 公投綁大選 我們也不同意 大家還記得三年前 我們投票投到開票 開票開到半夜 不要再讓這種亂象繼續發生 公投綁大選 我們不同意 三接千里 我們也不同意 為了要讓台灣南北的發電均衡 為了要讓天然氣取代高污染的燃煤發電 拜託大家 三接千里 第三接收站千里 這個事情 我們也不同意 反美租進口 我們更不同意喔 台灣要如何在國際經貿上 維持自己的競爭力 我們要如何跟世界做朋友 我們就要互利互惠 反美租進口 我們也不同意 所以拜託大家 12月18日走到投開票所 用你的四張不同意公投票 支持台灣施政的方向 讓台灣永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喔 用四個不同意 讓我們台灣更有利 讓未來世代在台灣居住 可以更幸福 林志堅市長柯建民總召 今天特別率領我們所有黨籍議員們 來到園區大門口 來拜託大家 下個禮拜六 12月18 大家務必走到投開票所 投下你手中神聖的公投選票喔 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可以更有利喔 拜託大家 各位園區工作的好朋友們 不管你是新竹人 或你是外地人 我們都有這張公投的選票 所以今天開始 如果你是外地人的話 可以買返鄉車票 12月18日當天 務必走到投開票所 從啟何事 三街千里 公投廣大選 反美租進口 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發展更有利喔 拜託各位 親愛的偉大的市民好朋友們 感謝大家 謝謝 大家早安 大家現在所看到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 總召 以及我們民進黨 所有的黨籍議員們喔 共同來到我們 園區的大門口 的這個路口呢 跟大家問召 也要來拜託大家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跟大家問召 也請大家務必 12月18 頭下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利喔 拜託大家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以及我們所有議員們喔 來到園區大門 拜託您 12月18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早安 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以及我們所有黨籍議員喔 來到園區大門 拜託您 12月18 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利喔 早安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 早 早安 早安 林志堅市長 跟柯建民總召喔 共同來到園區大門 率領我們所有的黨籍議員們 要來跟我們所有 四名好朋友打招呼 也問聲好 同時 要拜託大家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2月18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拜託我們所有園區上班的好朋友們 12月18 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利喔 拜託我們所有園區上班的好朋友們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呢 現場由我們林志堅市長 柯建民總召 還有我們李延會議員 施乃如議員 林營車議員 曾資誠議員 還有我們劉康彥議員 鄭美娟議員 劉重顯議員喔 共同來到了我們的園區大門口 要來跟大家提醒 也拜託一件事情 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謝謝大家各位好朋友們 也謝謝線上的所有好朋友們喔 早上共同陪我們一起度過了 公投的這個四個不同意的宣講 所以請大家是不是 就是我們一起跟鏡頭喔 鏡頭在我們的左手邊 來說拜拜 我們會繼續喔 在路口努力 待會我們還會到市場去喔 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都會非常努力 讓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們知道 十二個十八一定要用四個不同意 讓台灣更有利 感謝大家 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大家看到林志堅市長 柯建平總召 以及我們所有的議員好朋友們喔 共同來到園區大門口 要來跟大家提醒 也拜託一件非常非常對台灣未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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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